如果我说红武岩祖达达达的本体 其实是一只宠物 那我屏幕前的您会相信吗 大家好 我是一年365天都坚持高线的攻略up主 游戏沾玩家 你干嘛 在正式进入本期的主题之前 老扎先要纠正一个错误 我之前不是将岩祖达达的攻击风势 归类到了垂类武器的范畴吗 所以在为它组合马配天赋的时候 将近战范围增加和激光加粗制两个天赋 也加入到了其中 后来有热心的小伴给老扎指出了其中的错误 所以翟哥在这里向大家道歉 这是我属于测试的结果 责任在我 虽然不敢说以后的视频完全没有错误 但老扎向大家保证 以后尽量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 此时若以当前主流的强化方式来看 红武岩祖达达达的马配天赋应该是由 近战反弹 旋风斩 动弄打击 攻速加快 彩虹草 以及攻速减半 伤害加倍 挑战因子 等技能组合而成 若是使用散打狂战士 或者是幻影法杖 那么再补一个现代增加天赋 和法杖增强天赋 如此这么搭配 应该是当前玩家们的主流玩法了 如果是让之前的老扎来判定的话 那么满足这些条件的严肃大哥大 应该已经到达极限了吧 但是近期有一位叫做 希望的热心玩家给老扎的投稿 就再次完善了大哥大的极限玩法 具体方式是这样的 选择职业为道士 将大哥大作为副武器 武器会自动进入浮空状态 并且会自主地对目标发起攻击 如果这时候玩家有宠物爆发天赋 那么大哥大的一群 可以造成124点伤害 从这里大家可以发现 大哥大的强化效果和宠物是完全一致的 也是相同CD 也是25%的伤害提升 难道梁巫也将这种状态下的武器 归立到了宠物的范畴 难道大哥大也变成一只宠物了 为了搞清楚这种强化的秘密 该该对多个职业进行了测试 原来宠物爆发天赋的强化范围 可不止局限于宠物或者召唤兽 可以获得这样天赋强化的攻击方式分别是 德鲁伊的一技能狼群 它的计时周期是从进入房间开始的 直到拓战之后下一个房间继续激活 而且除了一技能之外 三技能也同样有这种效果 可二技能召唤藤蔓 就不被归立为宠物的范畴了 对它没有任何的加成 这种效果对恶魔术士的被动天赋 召唤小鬼也同样有效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武器召唤的食人花 以及召唤兽曼陀罗魔花 当然要说其中加成最强的 那么翟哥还是要推荐死灵法师了 因为他的一技能噩梦印记 可是唯一可以获得宠物极其化因子 加成的职业技能哦 果然最贵的科金职业和暴死杀手 并非是浪德续名的 刺客的二技能影分身 也同样可以获得此类技能的强化 除此之外 幻影法阵的分身和佣兵 也都可以得到加强 那么这时候小伙伴们应该也已经看明白了吧 严肃大哥之所以能在 到时的被动条件下 获得属性的加成 完全因为他也被 被联务官方规律到了宠物 分身以及随从的定位 而在这个视频发布以后 小伙伴们如果再玩刺客分身流 大个大 或者是散打换流 切记不要忘记给他搭配一个 宠物爆发天赋 因为对于这种高属性的武器来讲 25%的伤害加成可是极高的哦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全本内容 感谢这位叫做希望的小伙伴们的投稿 果然高手在民间 那么本期内容就先到这里吧 我是攻略UP主游戏展玩家 点赞加关注 咱明天老实验 本节不散